《非诚勿扰》 《非诚勿扰》 各位观众,我是詹德隆神父 今天我们继续准备圣诞节来临 江陵七,第一周星期三 今天的独亲医,伊撒尔亚先知 他用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每一次都让我心动 是怎样的 他的这个比喻是这样子 如果有一个人很难过流泪 那么那个时候有另外一个人走到他旁边 拿着手把或者卫生纸帮他擦干他的眼泪 这种人间的一个两个人中间的相处 我每次看就觉得很喜欢也很感动 那么以赛伊亚先生他今天他就用这个比喻 他说天主对我们是这样子 他是愿意亲自来擦干我们受苦的时候的眼泪 这是我们天主的样子 当然,如果要把这样的好的讯息传给人 也需要我们做耶稣的门徒,我们基督徒 我们这样去对待别人 也就是说我们愿意让我们的心感动 看到人痛苦 可能是我们的亲戚 可能是朋友 可能是我们工作场合的同事 可能是同学 有时候是个陌生人 我们愿意接近他 甚至于触摸他的脸 去擦干他的眼睛 真正的这样擦干 或者有类似的一个表达 那这样子别人比较能够感觉到 我们为什么这样做 而且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有个天主 他本来先对我们是这样的对待的 其实,如果你仔细的也看今天的福音 看到一大群人 他们是肚子饿了 那他们这些人都是很普通的人 而且很多是有困难的 有瞎子 有缺腿的 有痰瘫的 可是耶稣呢 他就让这一群人成为一个很可爱的团体 那么他也治疗那些有病的 治疗还不够 然后还给他们东西吃 让他们通通都吃饱 这个是我们这个信仰所带给人类的好的讯息 所以,我们在将领及时准备耶稣的来临 耶稣就是这样来临 非常具体的 擦干眼泪 治好病人 让人吃饱 解决人间很多的这些困难问题 或者不正义的问题 那我们呢 是有幸够参与这样的耶稣的功臣 所以,让我们一起高兴的做基督徒 我们明天再见